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星期六早晨,王大爷在菜市场碰见了红大娘 便上前打了招呼 王大爷瞧红大娘买了两大袋生姜 他觉得比较纳闷 便问道,囤那么多生姜,不怕生姜变坏腐烂吗? 红大娘对大爷笑了笑说 家里的生姜吃得特别的快 我几乎是每周都要买上一次生姜 每周都要买上两大袋 听到这里了,王大爷表示很疑惑 平时我家吃生姜一个月吃了那么多呀 红大娘看到大爷满事不解 便说道,这些生姜并不是炒菜当配料的 而是拿来直接吃的 生姜的养生保健效果比人生还要好 每天吃上几口生姜 再硬的血管也能不堵也不硬了 生姜的作用真的是这么的神奇 那么生姜究竟怎样吃才能够好施放太大的作用呢? 我们先来准备适量的生姜 300克就可以了 加入清水 再来一勺也把生姜清洗干净 心脑血管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统称 一般来说,这是对人体危害比较大的一种疾病 它能够导致我们人体产生高止血症 血液粘稠,动脉中央硬化,高血压等等的疾病 而且具有高患病率,高制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我们中年人常见的一种疾病 现在我们也都知道 这种病对我们身体危害特别的大 那么我就要做好这类疾病的预防还有措施 北京有一位国医大师,一百多岁了 依然思维敏捷,面色红润,头发浓密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了好几十岁 他就是国医大师陆智正教授 陆老每年都去体检 检查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数字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修夸的弹性和40岁50岁的健康男性一样 很多人都问陆教授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陆教授毫不忧悦地回答 我爱吃姜 陆老认为生姜是调养脾胃 养生防病的必备制品 坚持吃了50岁的生姜 在后来对姜的研究中 陆老发现姜能够养护脾胃 而脾胃功能正常 很多问题都迎刃而现 心脏病,痛风,高血压等等 都和脾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生姜本是一味散发的药 我们在买生姜时 挑选表皮带有泥巴的生姜 这样的生姜没有经过硫磺熏制 特别新鲜 刚从地面才挖出来的 生姜中含有姜油桶 姜细分等物质 这些物质具有抗凝血的作用 能够扩张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 保持血液良好的状态 使血管内不易出现血栓 最后我们改刀 把生姜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切得越薄越好 更能激发出生姜的香味还有作用 切好的生姜 摆放到蒸锅上面 摆放整齐一些 这样熟到会更快 盖上盖子 蒸上三分钟 这一步是为了去除生姜的辛辣味 增加口感 蒸好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后不要着急的取出来 晾凉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一个可以密封的玻璃瓶子 放到蒸锅上面 蒸上十分钟的时间 瓶子蒸锅之后呢 可以简单的杀菌消毒 这样努力于生态的保存时间 保存食物的时候呢 不会腐坏 不会变质 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久 蒸好之后取出来 放到一旁 把玻璃瓶子晾凉 把水分晾干 二十分钟过去了 生姜片也晾凉了 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把生姜片放入玻璃瓶子里面 生姜片不要装得太满 八分满就可以了 姜片装好之后 再放入几颗冰糖 冰糖适量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如果朋友们不喜欢是冰糖 可以加入蜂蜜 可以自己的口味来定就可以了 冰糖加好之后 我们再来加入醋 醋最好选择三年以上的橙醋 三年以上的橙醋才能有药用价值 醋中的柠檬酸和氨基酸 可以降低血液的浓度 并且可以去除血管中的老肺物质 促进血管的通畅 还能够抑制血液中的酸酸甘油脂的运行 能够预防高血压 好尿病等疾病 控摸过生姜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放到冰箱冷藏一夜 第二天就可以直接吃了 生姜是一种发泛的药 而醋具有收敛的作用 可以把生姜的发散和温暖作用 发挥到极致 提高人体的体温同时 能让体内的湿寒消失 而且泡过后对健康大有好处 醋泡将可以使生姜的一部分成分 融入到醋中 起到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血液的作用 还能够防脱发 抗衰老扩张血管 缓解关节炎 发汗解热 排毒养颜 醋泡将的功能繁多 食用量也特别的重要 每天不要多吃 吃上两到三片就可以了 一定不要多吃 因为生姜限温 过量食用会导致味热 反而有害健康 醋泡姜不仅养生效果极佳 还能做一味调料的小菜 平时我们吃面条 吃馒头 吃米饭 搭配着醋泡生姜 味道也特别的好 酸酸的比较开胃 醋泡生姜使用时有讲究到 早上和夏天吃生姜最好 早晨正是气血流注 扬名味精之时 此时吃生姜可以帮助体内洋气生发 并且姜性新温 能加快血液流动 有提神的效果 而夏天吃生姜可以起到冬病夏至的作用 醋泡姜虽然作用很多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吃的 比如内热炎肉的人群不能吃醋泡生姜 这些人群体内有热毒 吃醋泡姜反而会加重病状 应需体质的人也不能吃醋泡生姜 殷须体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手筋发热 脚筋发热和皮肤干燥 醋泡姜会让人体殷须的症状加重 危害人体的健康 并且平时患有肝炎的人群也不适合吃醋泡生姜 因为肝炎病人吃醋泡生姜以后会引发肝火旺盛 加重肝脏炎症 有的食物虽好但是很多人群是不适合吃的 需要根据的体质来定到底能不能吃 在这里提醒朋友们一下 腐坏的生姜一定不要食用 烂姜不烂味想法是错误的 腐烂的生姜虽然在味道上可能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实际上它会产生一种对人体很不利的物质 那就是黄姜素 这种物质有很强的毒性 能使肝脏细胞变性基因坏死 即使吃少量的坏姜对身体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坏掉的生姜一定不要吃 即使丢掉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养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变得养生视频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